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叫导演吗 就是我们的导演 就是玩具 制作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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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my God 已经太久没有录 已经忘记了 到底制作人是叫制作人 不是太久没有录 OK so希望大家今天可以 原来是Helmet 然后就是想念回我的声音 然后回味一下 OK so我相信大家刚刚就有听到一些 为什么除了Helmet之外 有两个不同的声音 是的 他们是 我相信大家也认识他们 因为他们是蛮潮的嘉宾 然后也蛮潮和我一起搭档的 我先在我们开始讲 我们要讲什么主题之前 我们先邀请他们上来先 那第一位呢 我们先邀请到的是Apple Hello大家好 我是四月苹果组合的苹果 Hello 我以为你忘记你的名字吓死我 OK Hello Apple so下一位我们邀请到的是四月Apple Hello大家好 我是四月苹果 四月哦 记得多多支持我们 我给你讲 可能有些观众他们会讲 什么是四月苹果组合 那可以跟大家讲一下 就是因为我们三个太常主持在一起 就是不是主持 搭档在一起 就是我很时常 因为我们接受到邀约的时候 我们制作人就会讲说 你可以组织这一期吗 我就讲OK 但是我是不知道嘉宾 但是很多很多时候 我的制作人过后 就会跟我讲说 你的嘉宾是四月跟苹果 又是他们的 真是烦 没有啦 就极喜欢他们 所以我们三个组合在一起 所以我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组合了 所以他们叫四月苹果这样子 OK So Oh my god 废话讲太多 OK 但是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 我们今天的主题呢 要聊到的是 我们主题名字叫做 月亮圆圆庆中秋 顾名思义 我们要聊的是中秋节 中秋节其实 可能有一些人会觉得 中秋节不是一个很传统的节日 然后好像不适合我们这个年代 你知道我们这种 这种比较00后的这种年代 然后跟中秋节有点脱节 那其实不是的 我四月跟苹果 我觉得我们应该也蛮传统的 我们也是蛮在意 就是要去庆祝中秋节这个节日了 所以我们今天就要跟大家畅聊 到底我们度过中秋节一些经验 OK So 是不是第一个问题呢 想要问到大家就是 其实平时啦 我们不要聊现在有的疫情的关系 我们以前 我们回到以前那种可以physical的时候 你们家里是如何去庆祝中秋节的 或者是 你们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啊 或者是习惯跟别人不同的 要比如说赏月 我不懂是不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习俗啦 但是我家里是会啦 我就要再跟大家聊聊 我家里是怎样赏月 OK So我先抛这个问题给四月先 你家里要讲庆祝中秋节 好啦 我们就会全家跑出去一起看月亮 没有啦 开玩笑吧 来恭喜结束 来我们下一题 好啦 我们会就是 因为过节嘛 过节我们都会吃比较 也不是特别 就是丰富一点的晚餐啊 就是会可能会 整一只鸡啊 或者整整条鱼来吃 吃那种节热的菜这样子啊 然后 也没有很特别 以前的话就会提灯笼啊 如果我哥哥还在的话 就会提灯笼在公园啊 你可以看到那种邻居啊 都走出来了 我们就会跟其他人一起提灯笼 这样子闲聊 还有就是 选月饼是很有趣的 选什么 选月饼的时候 你们要吃什么月饼 要不要双黄的 还是 中秋气氛的时候 还要泡茶 还要泡茶 太减了 我已经因为我很传统啊 结果你跟川普泡茶 是什么贵 解腻解腻你知道吗 中秋气氛 肥的 要喝茶容纸 make sense make sense 可是可是OK啦 我家里其实跟你差不多一样 因为我们是真的是有 也不是讲大鱼大肉啊 就是吃一些 你就是平时不会加肠片饭吃的东西 比如说是整一只鸡啊 这样子出来 然后你刚刚讲你哥哥还在 他是在外面读书是吗 对对对 你知道观众不懂的人哦 他们会吓到一下子 真的是 我哥哥还在 我觉得 嗯 观众不值得 还在还在 在独书 在独书 还是在外地 这样子 OK 但是Apple 苹果 你家里有没有什么特别的习俗 是怎样去庆祝这个中秋节 其实有点久 我都忘记了 因为我记得 以前的时候就是 应该就是吃月饼 然后玩灯笼 灯笼就有很多那种 喜欢选妹妹的灯笼 尤其是那种电啊 还有格 还有笼纳拉瓦 都要选那种 贵贵就好看的 LED的那种 特别去写那种好看的 还要去跟人家笑 哇 这个人看我灯笼好看的 现在要show off有办法 Oh my god 对啊 然后就以前 应该会去玩蜡烛吧 应该就是很 小孩子都喜欢玩蜡烛吧 把蜡烛放在马路那边 摆一个什么share都有 yes love 换完了 然后追掉啊 对 而且是很多颜色 那个蜡烛小小的 就小小换的 超多的 中秋大猪都一样啊 对 戴手一样吧 可能红个疲乏伞 可能 可是他 我记得他的盒子 是有一个灯笼的 红色灯笼的 如果你们记得 对对对 然后中间是一个透明的bar 一个 一个痛的 我知道很多颜色的 是疲乏 是疲乏没有错 对 还有什么特别吗 应该没有吧 就可能那种传言犯吧 可是也是要看情况 因为 我的阿姨啊 爸爸妈妈都不在这边 就是住 然后他们都在新加坡 所以如果 中秋节刚好 不是在 周末的话 他们是不会回来 睡一次还是普通 但是如果回来 就可能比较好聊一点 比较多啊 比较丰盛 嗯 就是团圆的时候 会比较多一点 因为其实 很多人都想什么 华人过节日啊 冬至大过年 你们有听过来 冬至是大过新年 就冬至很大 可是我自己觉得 我家是中秋节 蛮盛大的吧 举办到 就是刚刚有讲到的商业 所以其实我们家也会 因为我们家也很注重仪式感 所以我也蛮 有时候也觉得蛮 不懂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 那是OK啦 是蛮温馨的 就是我们会 特地搬一个桌子 因为平时吃饭 当然是在家里嘛 但是中秋节 我们会搬桌子 真的是那种大桌子 OK 然后搬出去外面 然后只是放着 因为我们家族是蛮大的啦 所以大概有 大概有20多个人这样子 然后我们就搬 整个桌子去外面 然后全人就围坐在外面 而且是露天的啦 我还没遇过下雨啊 但是通常是没有下雨 然后就是 因为那个月亮就很圆嘛 中秋节月亮整是很圆 所以都就会坐在那边吃东西 然后再露天 然后这样的赏月 所以就觉得 这个是在我家算蛮特别的啦 就是会搬出去吃 就是不是在家里这样子 所以就觉得蛮特别的 真的很特别 可是赏月不是正常的吗 就是同时 我就把正常 一年就一次 只会跑出去 看一家月亮报 你每个月都有15 我是圆的 有不同的感觉 而且他们讲 8月15是最圆的 所以才会叫中秋 就是最圆的 特别圆 就算不圆 你也会讲圆的啦 不用紧 因为中秋节嘛 OK 然后 OK 所以 这个应该是我们三个人 三个人的三个家族 庆祝的一些习俗跟习惯 但是通常 大家应该是蛮 都get到吧 因为是蛮普遍的 就也不是讲很特别这样子 可能小过我们的一些小朋友们 他们就未必会懂那种东西一样 OK 所以 当我们讲的全部都是physical 就是全部都是线下 我们可以搬出去吃啊 跟家人团去 二三十个人这样子 这样子 我想问一下你们觉得 以前的中秋节 跟现在的中秋节 就是现在这种疫情期间 我们马来西亚的MCO 就大概也还没有到两年 那就一年多 所以可能我们在疫情期间 过的中秋节 就那么的一年 就也是去年的8月15 农历8月15 所以你们觉得 以前的中秋节 跟现在的网 online的中秋节 有没有什么不一样 或者是你们有什么 特别的在网上庆祝的方式 Apple前 应该是不一样 就是很多那种 特别节目都不能举办 之前中秋节 会有很多什么歌唱比赛 灯笼比赛 就完全都不能举办 可是有线上了啦 线上中秋聚会 可是就没有那个fail 有fail 我们办的就有fail 对对对 好的 有有有 肯定有肯定有 然后如果是 就是这几年的话 就是可能你会收到 别人寄来给你的中秋月 就会觉得很暖心 以前可能就是 买了送过去这样子 可是MCO 你知道那距离的感觉吗 可是那个人还是会 我都给你吃你就会觉得 wow so 温馨 对呀 OK 是这样 真的而且以前 以前那种唱歌比赛 以前有那种做灯笼比赛的 就是 有种脱离纸的 然后要铁丝这样子的 就做一个灯笼 要自己做出来了 以前 你可以在家里自己做吧 一些完全没有任何的 就是叫什么 爽感 乐趣 我讲什么爽感 Oh my God 乐趣 才是对的 OK Apple 你觉得 online跟physical 有没有什么差 我觉得 我觉得应该 没有什么差吧 因为我刚讲的 其实是算小时候 长大 我其实都没有什么 庆祝 就在家吃个月饼 差别的就是 我去年的中秋节 不在家里度过 就在宿舍度过 然后就自己 吃着从家里带了 两个月饼 我都不舍得吃完 你蛮有仪式感的 你还自己庆祝 自己还自己 没有月饼 那就纯粹想吃月饼 然后又舍不得 就两粒 等一下吃完了 没有得买 我就一天吃一点 舍不得 然后最后忘记 他的蚂蚁生出来 发霉 直接发霉 Oh my God 我觉得月饼 是一个很 一定要存在 中秋节的东西 可是我觉得online 很多东西就已经 以前我们是去那种 百货公司 大扫过月饼 然后去到很多 然后有很多档口的 就有很多档口不同的 然后你去买 然后现在都是用 online教 然后就感觉 你已经可以试吃了 对 完全不能试吃 现在又 online要怎样试吃 所以是很GG 感觉不好吃 又是自己的命 对 而且又怕贵 你知道 因为有delivery fees 又怕贵 所以online physical 真的是差蛮多 希望可以回去 那个physical 就是以前蛮开心 OK so 讲完了我们的online physical 我们的庆祝仪式 我们可以 算是聊回我们的本行 我不把它当作是一个工作 是一个我们 现在这一阶段都在做 就是办event 所以我在想问题的时候 我就想到 我可以把event跟中秋 可以做个结合 因为我之前有些经验 就是办中秋event 所以我想要问你们两位 就是你们之前 有没有什么办过的 一些中秋event 或者是参加过的 可以聊一聊physical 因为online online的也是好玩 OK也是好玩 我们学会举办的也是好玩 但是physical 可能会比较精彩一点 所以我先问看Apple 你有没有什么举办 或者参加的 这种中秋event 看我的脸就是 好像没有 观众看到你的脸 但是我们看得到 我们看得到 我说我的记忆 我想很久 好像没有这回事 同年去到哪里 这么多太久了 没有啦 我记得我以前小时候 60岁了 那里有18而已 拜托啊 68 8 18 没有吧 应该 应该 有那种约会啊 约会啊 对 游行 没有参加过游行 因为没有游行 以前家人 就是晚上都不给出去 所以游行都没有参加过 而且 因为之前 以前的中秋节 通常 中秋节都在 9月10多号吧 大概 那段时候都是中学 我参加那个 Club的 刚好他的生日 所以 每次其实我的印象 就是在Club的生日 我们一起去庆祝 就这样吧 所以是中秋节 跳运一下 哦 所以你 是不是很常跟朋友 或者是学校 一般这种 庆祝中秋节的 经验 都是跟家人 这样子 就在家 回国在家 嗯 那这个 Apple 他刚刚很压抑的 去讲 今天是丰富 对 想问他 其实是经验丰富 来我们的Apple 你来分享一下 你有没有参加 或者是举办过什么 中秋 event 我没有举办过 可是我的学校啊 因为 每个节日 他都会举办 加年花 中秋节 一定也有加年花哦 有钱啊 没有 我们一个人 要从班费里面 抽五块出来 去还钱 买月饼的 制作的材料 OK 我们就会 自己做啊 对 全校 在食堂里面 然后我们一起 做冰皮月饼 什么 断五季的时候 我们也会一起 做 肉粽 肉粽 月饼啦 Oh my god 断五季 做月饼 什么鬼 所以总之 我们会一起 做冰皮月饼 会做灯笼 然后新年的话 就会做那种 剪纸 或者写书法 这样子 就会有加年花 所以就很爽 因为不需要上课 那些早 然后又有东西吃 而且你学校 蛮重视节日 就那种传统 你突然让我想到 我以前学校 就是真的是有 就我学校以前 有一个discipline的老师 就是他是很雄 然后我们就是 蛮讨 不可以讲讨厌 Oh my god 大家会不会发现 我讲的是谁 就是那一个 蛮尊敬他 蛮尊敬他 所以就是很 然后他在中学期的时候 他就会负责 卖月饼 他就是那种 月饼的头 然后他就会负责 做月饼的 卖月饼 这样子的 然后他就利用 他的威严 然后就叫大家一定要买 至少一个 然后我们以前 有很多 有什么冰蹄 是一定要的 然后那种普通 还有那种 jelly 有没有 这个jelly 然后有水果那种 对 然后以前就是搞到 因为每一年就越来越好 办到越来越好 这个卖月饼的活动 然后到最后是 我们可以写东西 给人家告白 就是如果你要 然后匿名 送去一个人的班上 然后他送给他 但是你是自飞 然后就有人会把你送 就讲 所以 你有月饼 然后全部人就会喊 这样子 那时候是真的很好玩的 结果你这样子 你的老师 就这个节目 做成这样 就跟那个月饼 原本的 怎样啊 那个月饼 怎样来的 意义 意义 对 因为 朱元産也是为了 就是 放纸巾 去月饼里面 然后就要传出去 对 哇 你先就 就我们回去 古代 我有一点错到啦 可是 原来是朱元産 我只是懂 是一个某代 皇帝 然后还要传 朱元産 明朝 刘伯温 明朝 Oh my God 明朝 我有看三纪庙 神纪庙 三纪庙 Oh my God 神纪庙 刘伯温 对对对 他是朱元産 朱棣 他的儿子 对对 这是儿子 我们不可以 我们不可以拉 太远 OK Apple你真的没有什么 你真的一个都没有 没有 我觉得有吧 我想到 我想到 就是跟Apple讲的时候 瞬间想到 就是中学的时候 会有 那个 我们每年的中秋节 都会有那个叫 呃 拆登名 园游会吧 是吧 应该是要园游会 不算 应该不算 园游会 就园游会 就是我们 学校 就是有个大操场 然后操场 就会摆了很多 那种卖的就吃的啊 玩的啊 什么 还有打一个台 就是表演的 就是会有 请一些可能 歌手啊 就是我看过 那个叫什么 东游泽啊 哦 以前米奇佑也是有来过 就是在我 太阳语 就是在我最后一年的时候 然后就 还会有很多 呃 学会的表演啊 然后就到 当时候就会超多人 就整个就是 超热闹 嗯 而且就是 就是 就是那外面 马路都是塞 就是你都要提早进去 然后就超多 很好吃啊 就是你在 巴士们吃到 都可以吃到 就 有这些感觉不一样啊 还会有很多那种 就走廊会挂嘛 那种五颜六色的那种 本龙就会放很多本迷 给我们去猜 我觉得 这个 嗯 蛮不错啊 就 可是我 其实参加的次数不多 因为 我六年 我应该去过三次吧 好吧 就那时候太小了 家人也不给我晚上出门 所以就 比较大时候才 就出来 是小学还是中学啊 中学 中学啊 很大 很大型吧 你还讲你忘记了 你 很大 原有会 oh my god 蛮大 就是会很 就是大宣传啊 就可以在很多地方可以看到 然后当天就是 人山人海那种 就很想 你去一个地方 你都要穿过一堆人 感觉很好玩 一定很好玩的 然后又是 就是很多情侣 拍拖的地方 肯定 都牵手 然后坐在脚 那边拍照啊 对 你这个也可以联想去 因为我 这个是蛮特别的 应该是我学校 蛮特别的一个活动 就是我们会有一个 连环会这样子的东西 所以他是 我不可以讲是联谊啦 因为我的学校 其实蛮 几率是蛮严格 所以我们好像是六点过后啊 就不能去学校的 如果没有错 就是不能去学校 所以六点过后 还有我是可以这样讲 天黑过后 就不能去学校 但是就一年 只有一次那么中秋节 我们会办一个连环晚会 就是因为中秋节嘛 你要点灯笼 晚上可以看到那个灯 那个美嘛 所以这个活动 我会办在晚上 然后就是跟 Apple的园友会差不多吧 就是一大堆灯笼 然后就会布置到很美 然后我学校是 有一个很大的 叫什么集合地 这样子的东西 如果你们听过的话 是很大很大 然后他就摆满灯笼那些 然后那一个 他是叫中秋连环晚会 但是其实就是情侣 你知道找机会 拍拖的一个时机 因为我们想要穿 蝙蝠去学校 拍照是一个很难的事情 我不懂你们 我们是不能穿蝙蝠去学校 我们是一定要穿 学校的T恤 或者是运动衣这样子 所以那一天就是 哇 直接那种单身的 不会出现的 像我这样 我是不会出现在学校的那一天 就是那一天 就是全部照片 他们就会开始发 然后全部都是情侣的 观光圣地这样子 所以是个蛮好玩的活动 以前那种什么 灯笼制作比赛 我们那边是做那种 超大型的 冠军有三千块可以拿 所以之前 我刚刚讲你的学校有钱 你还讲不是 不是我学校办 是有一个公司办这样子 然后当时候 我去我数学老师 加布施的时候 我就看到他家 一直很大 就是因为赢了三千块 然后要赢一下 OK 所以我们大概聊过了一个 Event 我觉得我们也可以 顺便聊一下 我们爸的这个Event 算OK 如果现在在听着 这一集的观众 可能是 是已经 我们因为OK Team A 就是我跟Apple 还有Apple 还有两位我们的 Team Member 就是叫Charlie跟Erica 我们是一个Team 在华文学 然后我们是有 举办今年度的 中秋 晚会 这样子的东西 中秋晚会 听起来很像Physical 但是不是是先上来 因为疫情的关系 但是大家在听这一集的时候 可能已经 我们已经举办完毕了 但是也可以顺便跟大家 讲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活动 是怎样 就是想去进行的 这样子 其实我觉得我们 这一次活动蛮特别 因为我们有请到表演的人 虽然不是什么当红的明星 但是你知道 也是一些唱歌 非常好听的人 可以媲美他们 对对对 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知道是谁 后来可以来 PM我们这样子 Oh my god 我也不知道 有什么好PM的 OK 不会偷偷跟你讲 你要自己来看的 对 OK 就来参加 OK 虽然已经结束了 我不懂 应该已经结束了 但是online的庆祝方法 就是应该也蛮雷同的 就是看表演 然后就是一些互动环节 然后玩游戏 这样子 我觉得现在online 大家应该都是做成这样的吧 就应该 你吃月饼啊 这是一个很好的建议 但是不会比每一家都会买月饼 像我的话我就不会买月饼 因为我吃月饼还好 我吃月饼还好 所以 OK啦 这个就是大概online event 所以大家如果有机会的话 可以来参加 如果已经过好的话也不用请 因为明年的话 我们还是会有很多中秋 就会是节日的机会 你们也可以来参加这样子啦 OK 另外呢 event了过后呢 我觉得我还 我们也可以继续聊一下习书 因为我蛮想知道的 就是在你们印象里面啊 因为中秋节是一个传统节日嘛 所以一定是从古至今了 so在你们印象里面 你有没有什么是 什么习俗跟习惯 是从以前保留到现在的 就是可能有一些人 小过我们的人 他们不懂啊 我们可以聊给他们知道一下 虽然我们也没有很老 OK Apple 应该主要就是月饼吧 月饼应该很早很早就有 嗯 祝月是这样 明朝之前 应该是明朝在之前就有了吧 只是可能不叫月饼吧 然后就 每次的中秋节 啊 对 然后每年的 五饼就是中秋 不是中秋 是月饼的前 它的名字 啊 然后就到现在 大家都还会 每个家都会 基本上每间家都会有 买月饼一起吃啊 进中秋 我觉得这是一个 不可少的一个传统文化 我觉得月饼是蛮重要的 就 也很快乐啊 吃了很好吃啊 讲到月饼你们最喜欢的口味是什么 没有蛋黄的 啊 有蛋黄的才好吃 我就是想吃那种 连绒没有蛋黄 什么绿菲萃没有蛋黄 你知道没有蛋黄 豆沙 你不要 那 那我反应很真实你懂吗 因为我们真的没有聊过这个东西 我们刚刚反应超真实 你看很多人都喜欢吃蛋黄 但我不喜欢啊 就是我觉得 感觉 鸡饼就甜的嘛 就比较甜啊 然后 咸蛋黄就 那个蛋黄就咸的 我会感觉 快快有了 就不太喜欢 叫你肉粽 它可以综合 对 但是我肉粽吃咸的 是甜的 什么吃咸的 我是想要蛋黄吗 不蛋黄 不蛋黄 No 可是我吃肉粽 我不吃蛋黄 No Oh my God 我先离开咯 拜拜 没有 就 就觉得 有蛋黄 有蛋黄 有那种感觉 有吃过吗 有吃过吗 讲真的 有试过 就那种 你试过 可是还是 最喜欢 最喜欢 因为我最喜欢 我当然是喜欢 没有蛋黄 但是 我跟你们分享一个 我吃过很奇葩的 月饼 就是我去 那种要买月饼的地方 去试吃的啦 它是 三八口味的月饼 三八 很熟 很熟 Oh my God 我吃过三八口月饼 我吃过 那个三八口味 很奇怪 那种奇妙的味道 辣的感觉 我好像也有 我好像也有吃过 我们的制作人问 有人喜欢五股月饼吗 Oh my God 对 我也是要讲这个 等一下长什么样的 Oh my God 如果有人喜欢的话 sorry啊 可是我真的不喜欢 长什么样 可以放 我要偷偷上网找一下 五股月饼 里面有很多 那些 那些 就是它有味道的 有一个 说它是传统 还是新的 新的月饼 是很传统的 五人月饼 五人 没有 我这边是叫 五人呢 应该是没有出过吧 这是很好 就有了 有的 你们一定懂的 可是年轻人 都不会喜欢吃 我懂 这个是年口 就是里面有那种花籽 那种 制作人会喜欢吃吗 我觉得 他也太喜欢 可是我家有买过另外一种月饼 是不懂是不是潮州的月饼 就比较大片的 然后 有原言的 很好吃 这个有单红我可以接受 哇 不行 那个有单红我可以接受 我觉得那个很好吃 你们这知识很广博 我真的不知道 就是什么五骨 五骨可能要 可能不知道他名字 可能不知道他名字 可能我有吃过 但是话说回来 月饼就是要吃双黄的 Oh my god 天哪 我想省钱 OK啦 是比较贵啦 对 比较贵啦 对对对 OK啦 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口味 在口味方面呢 我们不要讲蛋黄的存在 不存在口味方面 我个人我是超级爱红豆泥最爱 我会跟你讲红豆沙 Oh my god 拜托了 No 我不喜欢红豆沙 就是有些人不是喜欢在什么 粽子里面放红豆沙 我不能接受 我会很 我会把它挖掉 这样我也是 我最喜欢吃莲蓉跟那个翡翠 就是 基本款 基本款 对啊 基本款 豆沙 翡翠那种是基本款的 然后沙发那种就有点太怪了 而且很流行 榴莲哦 可是超贵 超贵 就那个 一百二十四个 那个榴莲的 对对对 然后可以放冰 那个什么 好像是 你去拉丝那种 真的是 所以蛮流行 其实我觉得时代的变迁 然后就越来越多元化了 月饼也要进步 不然没有人买 那也是啦 没有啦 我觉得很多人 好像我还是 prefer 最原始的 对 就是你讲冒杀吗 是很新奇啊 可是我自己本身是不吃榴莲的 但是我还是比较 prefer 以前的那一种 不吃榴莲 你是马来西亚吗 不好意思 不好意思 来这个就是一种 racist还是什么 nationalist 可是我有看到chandor月饼耶 我没有 因为是冷的 冷的是不是 冰的 冰皮 你有没有那个chandor那一条条 有什么 也是有看我 有什么oreo月饼 就是很多 越新银的月饼 对对对 可是那种 吸引不了我真的 如果你讲什么 双黄 翡翠 红豆 我还是会选择 那种 我也是 很好看 不是很好看 很好吃 聊完了月饼 聊完了一些习俗 从以前到现在 我们月饼也可以聊到 这样久了 那下一个呢 也算是最后一条 就是因为马来西亚 我相信 跟国外的一些 中秋习俗 可能也是有一些 不同 想要问看你们 在你们知识范围里面 或者你们记忆里面 你们觉得 国外和马来西亚的 中秋有哪一些差异 什么国家都可以 我们给April先 我的话是韩国 因为我看韩国 综艺节目 大家他Google search 他骗你们的 他Google search 没有 我有看的好吗 他们会穿韩服的 OK OK 然后跟观众拜年 因为他们 他们的中秋 他们蛮看重中秋节 因为他们有点 像我们的过年这样 真的吗 有点像过年 对 他们中秋节 OK 这个是我Google 他们会 你看 没有只有这个 只有这个 他们会去扫墓 跟 他们扫墓 很 中秋节扫墓 可是他们一定会做那个 叫什么 松柄 那个我是知道 然后里面是放什么 地质 红豆 这样子的东西 可是那个 是我去Google 我才懂了 他们还蛮 跟我们差很远 他们就是不要走 那种扫墓 这种不要走 然后探访亲戚 去拜访 因为他们中秋节 好像是放三天假 他们很注重中秋节 好像我们注重冬季 这样子 他们注重 他们 比较像过年吧 比较像我们 他们的过 我们的过年 我们的农历 行年这样子 OK 蛮特别的 就是韩国的中秋节 OK 那只Apple 我希望你有Google search 我Google search 我都说少一个 蛮 蛮 可能有点像我们 马来西亚吧 就是我们8月5 不是会早上会拜拜 就有些家 拜月神 我看我是泰国的 他们会拜月亮 拜月吧 我们也是好不好 我们也会拜月亮 我不知道他们是晚上 还是白天拜 白天 白天有月亮吗 月亮 Oh my God 有的 他只是看 只是看不到而已 我知道 但是这样你也不懂 他在哪里 你要怎样拜 我觉得可能是晚上拜吧 就拜月 可能他们拜月亮 拜月亮 我家里也是有 我家里也是 会有什么 手套 月饼 这些基本的 然后就是 等下那个网有点不好 在录制 在录制 会摆一些 寿陶 月饼之类的美食 就是他们泰国的传说 就是讲说 中秋节 就是你 祈月的话 就是那个 他们是要拜 幻灵菩萨跟 巴仙 应该都是 上面的神吧 就是那个巴仙 他会带这个寿陶 到月宫 巴仙坐海 观音 菩萨 祝寿 然后那些神仙们 他们就会降伏 所以就是 应该就是会 泰国嘛 泰国 对对我刚刚讲过 讲泰国 泰国 泰国啦 泰国为什么又 录到巴仙 跟观音 我知道 可是泰国是佛教 对对对 他们是有 对对他们是有 佛教嘛 所以 这网站靠谱的嘛 不确定哦 我们可以跟各位听众讲的 这也是我们自己的个人理解 跟个人 可能会 可能事实不是这样 还是什么 我们也不知道 是我们纯属的分享 大家可以用娱乐信息 去知道这些东西 这样子啦 但是 偷偷给我们讲 这是2021年8月13的啦 应该还算可靠吧 很新耶 很新 OK 可是我有懂一个 你们懂台湾 台湾他们进入中球 是有烤肉 然后 马来西亚其实不太常见 在中球烤肉 我啦 我自己家里 其实没有很常见 中球烤肉 只要一辈人都吃月饼 然后他们是很 很汉 很汉烤 烤肉 他们一定要烤肉 所以我觉得 我们可以把这个习俗带来 带来马来西亚吗 就是中球教组 可以吃烤肉这样子 可是这里的人 很像是 都是很像 什么节日都喜欢 打鞭炉 吃鞭炉吧 火锅啦 火锅 火锅 吃火锅 对对 我们这是什么节日 我们这种节日 我们也很爱啦 对 有的吃就好了 而且之前 我刚刚是有 跟各位听众朋友说 我们是 Team A 有举办中秋活动 我们之前 以前在很早很早 planning的时候 我们本来要 想到很美好 我们要做烤肉 我们想到我们要在学校 在Taylor's Campus那边 一个地方 一个湖边 对 湖边 然后有人烤肉 然后还有人渡唱 你们还记得吗 那时候好美好 因为我们以为 那个阿人家 只会 对 而且那个时候 我们四月多 我们是四月多的时候 我们半晚 我们上一个活动 我们就开始要筹备这个了 然后我们想说 还有四五个月 才到一定 那个时候 一定是可以回去 对不起哦 完全 现在Podcast 还是在这里录 每天都在创新 跟我们的月饼一样 对 那个创新高 病例在创新高 跟我们的月饼一样 所以这里也是希望大家 虽然是中秋节 虽然是有什么节日 但是也希望大家 多多待在家里 不要太 你知道不要出去 然后自己的亲戚 手戴口罩 瞬间变成一个 卫生教育 呼应 OK 讲着我们一开始 拿到这个话题的时候 我们以为 我们会没有东西聊 然后会 就是不知道要聊什么 然后结果我们已经 聊三十多分钟了 也是不知道怎么样 会聊到这样久 太三八了 对 OK 所以我们其实 这一节先聊 就到此一段落 然后不管online 不管physical的中秋节 我觉得大家应该 都有庆祝到 都可以体会到 那一种过节的气氛 然后我也希望到 大家每一个节日 每一个中秋节 每一年的中秋节 或者是每一个节日 都可以跟家人 或者是朋友 过得开开心心 然后我们也在这里 提前的遇大家 中秋节快乐 然后可以跟 提早的跟自己的家人 团圆这样子啦 OK 所以我们这一集的 先聊聊聊 就到此一段落 我们这一集的 先聊聊就到此一段落 我们下一集再见 拜拜 拜拜 祝你们提到的中秋快乐 拜拜 团团圆圆 快乐快乐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